Hello,anada 之前有一期和大家聊了聊大秦帝国之纵横 我们一起了解了史上第一位太后米巴子和秦桧文王的故事 今天重合就来带大家看看此作的续集 大秦帝国之崛起 我们一起来看看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王 也就是我们以前课本里著名的反派大魔王秦昭湘王迎记的故事 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变成大魔王的 你真爱秦国之造谎 你太后的宝贝 秦王迎记在他老妈宣太后和舅舅魏冉的扶植下 坐稳了秦王之位 这个时候还是乱世 各国之间都有摩擦 此时秦国出了一个有名的神像孟长君 因为他的封地在薛义 所以人称薛公 这个薛公可厉害了 他代表秦国联合了韩魏两国 屡自攻打东南方的楚国 楚国打不过他们啊 只好就向旁边的秦国求助 为了表示诚意 楚国的太子米恒也被送去了秦国做质子 现在的秦王迎记还没啥实权 大权还在他老妈宣太后的手里 宣太后毕竟是从楚国嫁过来的 看着娘家这么有诚意 她就决定帮一把 楚王就想来一个亲上家亲 她要把自己的女儿叶阳公主 嫁给迎记做王后 还没等迎记发表意见 宣太后就非常开心地答应了这门婚事 迎娶叶阳公主 入我咸阳宫为后 在殿上已经有英语人了 现在还问我头身 很显然 迎记对老妈的安排很不满意 但她只能顺从 这句魏冉呢也在旁边劝她 太后原来的意思 也想给你找一个楚国美 不过就女人来说吧 在传宗接代这个问题上 那都是一样的 你发现你姐在瞪你呢吗 做大王也是很惨 婚姻都是政治的筹码 可迎记不甘心 每天都沉迷于声色之中 记得宣太后想打人 给我拿藤条 我来拿 我早就不能打你了 对吗 要是觉得继儿做王 做得不好 换你就是 气死妈妈了 反正这个时候呢 宣太后还不敢相信 她儿子的能力 所以她就把持朝政了四十年 她是秦王了 可她在我心里 还是个孩子 转眼到了 舅舅魏冉的大寿 她作为宣太后的弟弟 可以算得上是 秦国炙手可热的红人 多少人都趁她 受神的时候来巴结她 就连在秦国做质子的 楚国太子米恒 也来向她祝寿 结果她在路上 撞见了一个秦国大夫 快给这屁滚尿流的 太子让路 让他先过去 他这马屁 鱼角急 我罢了你们秦人的祖神 给我打 米恒哪能受得了 这样的屈辱 直接一棒子 把这个秦大夫给打死了 突然又让我想起了 上一部的魏国质子 怎么做质子都这么嚣张 迎记得这以后 就想把他给干掉 我就不相信 你们刚把我杀了 你们还得巴结我们 娶我的妹妹做王后 我可是你大舅子 你怎么可以杀我呢 不杀你可以 但现在迎记就有了 充分的理由去发兵楚国 他要他舅舅魏冉做主将 这次攻打楚国 就由你带兵出战 舅舅一看 这个是千万别来找我 他还建议让迎记的叔叔 迎记带兵 迎记呢 看他们争论不休 老胳膊老腿的 还是同意带兵出战了 此时的丞相干冒 看着迎记如此好战 而且舅舅魏冉 早就基于他的丞相之位了 吓得甘冒直接辞官跑了 甘冒恐万一不慎 不得闪住了 宣太后看着儿子如此冲动 就更加不放权给他了 可是他如今心智未权 又无处理国事的经验 我不放心 这就是你专政四十年的理由吗 叔叔迎记大胜归来 斩杀了楚国两万精兵 那个惹事的太子呢 也给送回去了 可是他的叔叔迎记 打完仗回来没多久就去世了 王叔的死也的确刺激到了迎记 做事不能太中动 说出的死的确让银记成长了不少 接着燕国的使者苏秦走访秦国 他将燕国姬胡的手术带给了他们 这个姬胡就是在上一期视频中 帮助秦国联姻到燕国的周公主 可以说姬胡对秦国是有恩的 姬胡的书信表示苏秦是个大人才 希望秦王和宣太后可以帮帮他 但是苏秦没有当场提出要求 拜见完以后他就去了齐国 好家伙 这个燕国的大使苏秦居然去投奔了齐国 看见齐王就一顿才红屁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有阴谋 刚才我们说到齐国有个非常牛皮的神像 薛公 苏秦一来就开始挑拨齐王和薛公的关系 反正就是挑拨人家什么功高盖主了 薛公上班的时候在朝堂上有专门的哑作 下班回家以后他的封地全是为他打call的粉丝 的确是有一点飘了飘了 刚好这个时候 秦王银记呢非常的崇拜他 银记简直于薛公的小迷地 寡人像节食 像田文那种 以仁义服人的名士 他真是齐国之宝 齐民之福啊 他多么希望薛公可以跳槽到秦国 其实薛公心里面也很想去秦国挑战挑战 但他呢又不想背叛自己的老家 所以他就给银记提了一个条件 绝蜀蒙奇 必须和楚歌断交才可以 绝蜀蒙奇 是 这是薛公入秦的条件 很大人说 此乃两情相悦之良机 好一个两情相悦 宣太后肯定不会同意和娘家断交啊 银记呢就使了一个阴招 他骗了所有人 发了个邀请函给楚王 邀请楚王来秦国友好会谈 还准备了很多让利活动 这楚王一听 哎呦便宜站我要去 居然就觉得肯定有危险 劝楚王不要去 可楚王偏不听他就要去 酿他们 也不敢对本王怎样 王上 本王去去就回 没想到银记就是搞了个仙人跳 把楚王给活捉了 你那个兔崽子 你真爱秦国是造谎 你太后的宝贝 这小伙子不讲武德 搞偷袭 宣太后得知儿子干这样的事情 惊呆了 因为秦王干这样的事情 如果传出去 其他国家怎么看秦国 还让他们找到理由可以围攻秦国 如果现在直接放了楚王的话 又怕楚王出去乱说话 宣太后只能亲自来会了会楚王 我的老哥哥在哪呢 你们怎么也不早些告语本后知道 看看 还真是本后的娘家人来了呢 楚王也知道事情闹大了 最后秦国难堪 他就直接不走了 赖在秦国了 楚王国事繁忙 就不想早些归国吗 不急不急 寡人不急 哎呀寡人不走了 你能把我咋低 楚王身边有个侍卫逃回了楚国 得知楚王被秦国软禁 直接炸了锅了 而之前那个从秦国回去的太子米恒 后来又被送去齐国做质子了 这太子当得也太惨了吧 楚国并没有发兵去救楚王 反而是派人去齐国 接太子回来继承王位 苏秦又给齐王出了一个馊主意 让他趁机敲诈一笔 送还太子可以 但楚国必须用淮北的200里地来交换 邪太子一楚地 太子米恒急着回家做大王 就把这割地协议给签了 然后就回到了楚国 登基为新的楚王 屈原看到以后真的是气死了 这么急吼吼的登基 也不管老楚王了 米恒登基以后 当然不想把200里地给齐国 这个时候 银记就钻了空子 为了缓解秦楚之间的矛盾 秦国就派了大将白起 协助楚国守住了那200里地 可以说齐国什么便宜都没有占到 反而负面的名声 全部都落在他们头上了 薛公也是非常的不满 苏秦和齐王怎么会干出这种敲诈的事情 薛公就拿这个当理由辞职了 然后就奔向秦国 投入到他的小迷地银记的怀抱 好家伙这么一波骚操作 好事都归银记了有没有 银记真的非常器重薛公 来了以后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丞相岗位 银记和薛公的关系真的好亲密哦 会随管人入殿 请 舅舅未染看了以后很不适滋味 空降来一个丞相 一下子风头就盖过了他 薛公上岗以后没多久就发现 秦国大部分的权力都掌握在宣太后的手上 其实银记没有什么实权 他看大部分的军机主简都是直接送去宣太后的房间 所谓人红是非多 薛公听说有人向太后说他的坏话 他的手下有一个门客 狗盗 就跑去偷宣太后的主简 看看有没有说薛公坏话的 但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宣太后的计 他故意设计这一切 就是让银记看到薛公的人偷军机主简 银记非常的伤心 宣太后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很明显是有私心咯 他希望自己的弟弟魏冉做成像 这种空降来的薛公他当然信不过 但是宣太后没有对他下狠手 只是派来一个演戏的小男孩魏首夫 却忽悠了他 宣太后爷爷你就要死了 薛公 然后今日夜深 夜会一把火烧了这箱子 薛公真的是吓死了 连夜就逃离了秦国 回去了老家齐国 穿铁在死 薛公回到齐国以后 面见了齐王 齐王对他一通阴阳怪气 你跟秦王掰了 是才几天的功夫 正所谓脱粉了就回踩 薛公回到齐国以后就要帮助齐国攻打秦国 听说薛公要打秦国 银记更是伤心到自闭 可他真的是伤了寡人的心 此时的楚国 新王已经登基 秦国软禁的老楚王就像是个烫手山芋 可是老楚王现在赖在秦国不肯走 为了哄老楚王回家 他们就让银记的王后去劝老楚王 因为王后叶阳就是老楚王的亲女儿 正所谓 洽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叶阳就配合银记骗老楚王 说他的儿子新楚王得了重病快死了 因为我王兄 病了好几个月了 他不行了 可真是个代孝女啊 哪有这样骗自己老爸的 楚王真的很伤心 坐着一个小破码车就赶紧赶回家去了 可等他到了楚国的城门口 居然避而不开 你们楚国的太上王回来了 他的儿子害怕他老爹回来以后 他就当不成楚王了 我的天 你怎么生的全是代孝子 进不了城门 老楚王还真的以为他儿子快死了 老楚王就开始游走其他国家 希望可以找其他国家来帮一帮楚国 结果没有一个国家搭理他 因为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只有老楚王死了 他们才有一个响亮的理由来围攻秦国 这老楚王也太可怜了 此时的他已经病入膏肓 最后又回到了秦国 很不幸刚到秦国就嗝屁了 我让我的王儿们扶着你的灵鹫 送你跪出回家 楚国的屈原无比悲愤 他就说了几句新楚王 先王竟然克死敌国 此种孝道 闻所未闻 有活 看我不爽是吧 新楚王就直接把屈原给流放了 竹米园 出影都 流放园 下 老楚王的死 也的确让其他几个国家找到了理由 联合在一起准备攻打秦国 迎记也终于知道他鲁莽的后果 最后只能下跪向妈妈和舅舅道歉 为了让舅舅来救场 魏冉就被封了秦王新的丞相 封 然后 大将军魏冉 为秦国丞相 迎记有父儿就过 接着魏冉就亲自去见了韩魏二王 通过割地求和 果然这些小国他们就图这些小恩小慧 拿了一些地就撤兵回家了 经过了这一轮混战 现在只有三个强国 赵国 秦国和齐国 可以说他们是三国鼎立 迎记呢就想联合齐国一起制衡赵国 还邀请了秦王一起称帝 搞了一个齐王东帝 秦王西帝 就是给自己抬个身价 在齐国的苏秦又开始搞事了 这个家伙果然是燕国的间谍 他投奔齐国就是为了搞事 他向齐王建议 联合齐 赵 燕 魏 韩 五国 攻打秦国 经过了几轮会商 五国还真的联盟了 苏秦呢还被选出来做五军的领导 燕王派你为将 领兵助我攻秦 秦国这边迎记就急了 你之前来拜访我的时候不是很客气吗 还希望我帮你 怎么现在就要联合五国来打我了 正是不知道他是何军行 迎记呢就密会了苏秦 苏秦就和他说了实话 他联合五国打秦国只是一个幌子 他是想忽悠齐王去灭了小国宋国 然后让齐国成为众矢之地 他希望迎记陪他演完这场戏 于是呢苏秦就带着五国联军来到了寒谷关 就走了一个秀完全都没有出兵 齐王很生气 就把苏秦给抓起来了 迎记呢就赶紧来配合演戏 他主动向齐王求和 准备多给些好处 签订了友好合约 这秦国不打了 那齐王好不容易带了五国的兵 不能不用啊浪费啊 他转头就带兵灭掉了那个小国宋国 宋国虽然小 但是资源丰富 好家伙 这齐王拿着五国联军居然为自己的国家抢资源 这一下又轮到银记出场了 他把几个国家的使者全部约在一起 把齐国的种种罪情一一列出 各国一听都非常的赞同啊 银记还表示帮助大家一起灭了齐国 到时候齐国的地你们四国瓜分 我秦国一点不要 几个小国的嘴都笑裂开了吧 他们完全配合秦国 只有楚国表示不参与 他们说没钱打仗 其实楚国另有盘算 他们打算在最后去救齐王 然后让齐王只割地给他们出国 这就是坐收鱼翁之力吗 果然他们联军非常勇猛 直接攻打到了齐国国都林兹 齐王逃跑的时候把苏秦也给带走了 然后就把他给处置了 但是苏秦也的确完成了他的梦想 楚国的人果然悄咪咪的跑来抓了齐王 他希望齐王只把地给楚国 大哥 地被别人抢走和哥哥你们有什么区别吗 齐王没有答应楚国的要求 被楚国的人给干掉了 联军大圣 没有想到舅舅魏冉却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他居然霸占了一块富庶之地 陶义做自己的私地 这块地是被魏国国土包围着的 他就让好兄弟白起打到了魏国 想威胁魏王割地 结果白起被困在了魏国 银记和宣太后真的是气死了 我秦国来了个大祸害 你就是那个祸害 之前银记都已经说好了不要地了 你这样不是打秦王的脸吗 银记只好罢免了舅舅的成相之位 然后亲自向各国道歉 但最后他还是争取来了陶义这块地 送给了舅舅魏冉 大王还是将那陶义封给了冉口 果然是亲舅舅啊 过了几年 宣太后手下有两个搞表演的姐弟 魏灵幽和魏丑夫长大了 魏丑夫就主动去侍奉宣太后 成为了宣太后的男宠 能为太后现身 奴才感到无限荣光 咦 而他的姐姐魏灵幽居然却侍奉了银记 王上可愿娶我 你真愿假日寡人 我的天 你们母子俩居然瓜分了人家姐弟 那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虽然有了男宠 但宣太后好像过得也不是很满足 宣太后整天都带着楚国的玉 银记呢就认为老妈思乡了 她听说楚国有一块超赞的和氏璧 一直都是老楚王的天生植物 可当年老楚王在各地逃亡的时候 和氏璧呢被赵国的凤阳军给夺去了 银记就和赵王商量 给你十五座城池换和氏璧 秦王想以贵国的十五座城池 与本王交换和氏璧 赵国的令相如就带着和氏璧来到了秦国 银记拿到了和氏璧爱不失手 和妃子们一直在把玩 但是他完全不提十五座城池的事 很明显他想白嫖 这就是那块和氏璧啊 怎么好意思做白嫖这种事情呢 令相如就骗银记说 和氏璧上有块瑕疵 我只给你看啊 请允许外臣只给大航观看 拿来吧你 还想白嫖 之后令相如就偷偷地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 这就是我们小时时候非常熟悉的 玩璧归赵的故事 很明显银记就是一个喜欢白嫖的附黑男人 既然和氏璧已经回到赵国 那就留在赵国吧 后来的银记野心越来越大 现在的楚国是帝大国弱 他就想先攻打楚国 宣太后虽然是楚国人 但是面对大局 他还是支持了儿子 楚国燕都是他们的旧都 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 白嫖就在这里修了水利 想来一个水工 编剧为了不让秦军演得那么残忍 还特地加了一段 秦军拿着大喇叭喊话 让燕城的老百姓赶紧搬走 可是燕城的人完全不相信 不肯走 最后水冲来了 燕城死了数十万 燕城一步 白嫖一鼓作气 直接拿下了楚国的国都尹都 这一战楚国失去了大片国土 燕记非常的开心 喜上加喜的是 这个时候他的孙子出生了 这个孙子呢 就是秦始皇燕镇的老爸 宣太后为了纪念自己的老家 就给他取名紫楚 那孩子就叫紫楚吧 叫这个名就是留个念想 燕记现在是势不可挡 他是怎么样把其他五国打残 为孙子辈打下了基础 宣太后又将什么时候还证于燕记 他们母子和魏首夫姐弟 又会有什么样的狗血爱情故事 我们下一期继续迎计了大魔王之路 我大秦 要灭又 完全撒花 最后归求各位anada 给大头虫点一个订阅 你的订阅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头虫是虫哥说定 你在油管的唯一赵号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么么哒